歡迎收看由台中吃美食 我是Yan 我今天來帶大家去吃 大坑最好吃的嫩仙草 那這一間嫩仙草呢 它叫做星洞嫩仙草 它的地理位置呢 是落在大坑的圓環口這邊 然後你會看到警察局 旁邊有個便利夫妻站 然後往左邊的第二間店 就是這一間 你會看到星洞嫩仙草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家是標榜的木材、熬谷、舌小廚 不加填骨劑、不加鹼粉、不加香料 不加任何色素 大家看一下 這是它的價目標 它的最貴的價格呢 也只有35塊 所以有沒有很超值啊 好 這個就是我今天買的仙草洞 你看到它裡面有珍珠、藝人、OV 然後還有仙草、大豆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沒有提供奶油球 沒有提供奶油球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 因為奶油球是一種合成物 並不是天然的東西 這家店它標榜的一切都是只有天然的 就是會讓我們吃到食材裡面最原始 最健康的根本 那我要開動囉 其實像在大坑 為什麼我會選這家店 覺得是老闆的一個對食材的用心 其實在大坑最有名的賣仙草的 並不是這一間店 而是隔壁的東莊育園 但是我覺得東莊育園在這10年R的口感 已經大大的退步了很多 它沒有像過去傳統那樣的堅持 吃起來的食材也沒有像你別人們新建 直到心動 那間場我拍了之後啊 我發現它是個非常用心之製作 它不僅在價格還是在食材的根本裡面 都是處理著一起放 所以我真的非常強硬大家可以來吃這家店 它現在其實已經不單單 只是我認為在大坑的第一最好吃的嫩仙草 甚至是在我認為台中市的嫩仙草裡面 應該都還沒有像他們這麼好吃的 那它的好吃的根本呢 就是用最傳統的做法 用食材最根本的原味 讓我們感受到 而不是又透過其他的添加物 去完成它的鹹鹽的色彩 和它的口感 所以當我們來吃這家店的時候 我都會吃得非常的開心喔 而且你們知道嗎 真正好吃的仙草 它沒有太多的糖分 它顏色的也不會太過的黑 吃到仙草之後 它會有一種乾乾甜甜的苦味 這樣的口感才是真正的仙草喔 嗯 真的大好吃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邊喔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幫我點個讚喔 那如果想要繼續追蹤 有關於台中旅行美食的資訊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Abons teли bye 拜拜 Centre life 別哭 он